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最近时常都发生所谓的人己人大暴动的这种情况 例如在万圣节的时候 韩国出现了这一种数十万人在庆祝 结果到最后死伤惨重的一个情况 怎么会这样 其实这就是彼尖劫财的一个特点 当彼尖劫财一多 各位你要先了解 在五行生克里面 他有一个现象 在彼尖多的时候 彼尖多他会怎样 他会去生十三 或者他会去克财 他会有这两条路 可是这两个是没有的 所以在十三跟财没有的情况下 彼尖一多 各位没有的东西无法生 没有的东西无法生 但是没有的东西他会克 所以他会往财的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就会形成所谓的一种破财的情况 一旦破财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一种大暴动 不理性破坏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像这一种人多的地方 只要一旦失控的时候 他就是往破财的方向去 同样的道理 在你的八字里面 你假如笔杰很旺 各位 你就算没有破财 你笔杰很旺 你就算没有破财 在你的八字里面 没有食伤 没有财 可是你的一个运程的走法 会比较倾向于破财 因为没有的东西会被克 没有的东西生不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最近这一个很多国外的消息 总是在人多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意外事故 所以各位 你要去知道说 人多他这个地方的气 在风水上他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各位 你要知道说 人多他就不容易控制 所以其实人多的地方 你要稍微的躲一下 稍微的躲一下 你不要跟着一群人在里面 人挤人 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很难跑得掉 因为笔尖劫财的特质是童话 所以当里面在紧张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也会跟着紧张 其实在这之前 就有一个很典型笔尖作乱的一种事件 就是在捷运站 在捷运车厢里面 就一个女生看到 捷运车厢有老鼠 结果他就尖叫 他一尖叫的时候 车厢内所有的人全部慌张的 东跑西跑的 搞的 那个像施数列车一样 结果原来就是一个女生看到老鼠 老鼠很可怕吗 没有 但是那个尖叫声 不知名的尖叫声 让所有的人出现了笔尖 客彩的情况 然而各位 那是一个混乱的情况 有产生笔尖生食伤 大家很聪明的情况吗 没有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人多是非多 他就是笔尖会去克财的 这一种的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